此菩萨与大师智菩萨 是弥陀左右 战俘教化俗称西方三圣 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 学进土的同学都很熟悉 弥陀教是大师乃阿弥陀佛的弟子 密宗以为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密宗不认为观音实质是佛的弟子 以为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又观音本地 为正发明如来 这佛在经上说的 观世音菩萨到底是什么人 那么再给诸位同学说 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是通号 不是一个人 你修观世音法门 你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有多少等级呢 我们以华言经来说 从 身性位 初性位菩萨开始 到等级 五十一个等级 这观音菩萨是哪一个等级的 这要知道啊 我们通常讲的观音菩萨 将等级的 将等级菩萨了 可是我们在经上明显的看出来 论言经上 观世音菩萨 是初诸菩萨 二十五元通啊 他说他自己开悟的时候 开悟也就是 大彻大悟 明行见信 真的发生 这正佛了 不是假佛了 原教 初诸菩萨 那么在华言经上看到的 善财童子 参访观世音菩萨 这个菩萨 是第七回向的菩萨 十回向里面 第七回向 法华经 菩门瓶里面 观世音菩萨 是等级观音菩萨 你看 级别差很多啊 是性位 初性 而不是 这个世诸 粗诸 这是论言经上的 世诸 粗诸 等于是中学 一年级的学生 那华言经里面 是回向的 世回向好比是 大学 它每一个阶级 每一段的时候 有十个位次 是七年级的菩萨 那么这个 普门瓶屏里面的观世音菩萨呢 是波斯班的学生 那不一样啊 那都是真观音菩萨了 不是假的 观音菩萨 视线 在某个地方 用不一样的 用不同的身份 这个能讲得通 而是修学在那个位置的 这个观世音菩萨也能讲得通 两种情形 两种情形都有 那么我们今天心目当中 求观世音菩萨 所有观世音菩萨 给我们都有感应到脚 哪一尊观世音菩萨 他就来了 这是一定的道理 为什么呢 佛菩萨 不度无缘之人 无缘是你不相信的 你在他会下 那个菩提心发不起来 所以这个道理要明白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说 这个人呢 是什么菩萨在来的 什么佛在来的 我们要懂得 诸法识相 能不能讲得通 能讲得通 因为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这把底牌就先出来了 每一个众生本来都是佛 那菩萨呢 是他在没有成佛之前 修学的阶段 你在哪个阶段 所以我们有听说 某人是什么佛在来 什么菩萨在来的 我们修进途中的 全是阿弥陀佛 修地藏经的 就是地藏菩萨 修普门品的 就是观音菩萨 这个道理要懂 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 你要真正了解 此事真相 听其言而观其行 如果他的言行不相符合 那就假菩萨 要冒充菩萨 那不是真的 真菩萨呢 言行相符 你比如说 这个 有人讲 应光大师 是大师之菩萨再来的 那我们细细想想 应光大师 一身的行义 像不像大师之 真相啊 你细细拿经文来对照 看 应光大师一身的 隐形举止 确实真相 大师之 就是修念佛远统的 正果的 这就是修念佛远统的 也就是修念佛远统的 是修念佛远统的 感谢观看